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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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一個傳統的工廠 那我們原本都只是做內需的市場 那現在在學著就是透過網路 讓全世界的買家看到 很久以前就想讀空大了 為什麼因為我知道空大上課時間很彈性 那可以自主然後很多元的選擇 可是一直以來都沒有時間 可是直到現在其實是比以前更忙碌了 可是我發現我不讀空大不行了 為什麼因為我覺得我的順序不太一樣 就是先投入社會先工作 可是我覺得這個順序比較好 因為當我在社會上發現我缺了什麼東西 我再回到學校來補 那種感受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就上網去搜尋 商學系有這一個東西 商學系裡面有講行銷這一塊 學分學成 那我就想說那我就來讀商學系 在我很小時候我就知道我空大了 對我以為空大就是一個很傳統的一個學校 可是我進來才發現它太讓我驚豔了 因為它跟得上潮流 而且我認為是未來的主流 因為它現在強打的是線上學習 數位學習 比如說它有數位學習平台 創客平台 遠距教學 這個東西都是現在未來的趨勢 因為現在有網路之後 大家學習已經沒有邊界了 你隨時隨刻都可以學習 那空大就是它現在所有的教學模式 就是往這個方向走 所以我進來之後我發現太棒了 因為我現在是帶著需求進來 所以我在學習的過程中很快樂 因為我學的東西都可以用到 因為目標明確 加上熱心服務的個性 中正義在入學的當下 就主動積極加入系學會 隨後並擔任商學系系學會會長 對學會的經營與付出 讓人刮目相看 一開始我就鎖定商學系 所以我一開始我不像空大的人 一進來可能還不知道要讀什麼 那我一進來我就主動去找商學系的攤位 說我要加入商學系 所以我的舉動有一點讓他嚇到了 一般都是要招募嘛 我不是我是主動的 那我的想法蠻簡單的 其實在社會上就是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那我想要認識跟我有共同興趣的朋友 所以我就選擇商學系 所以我對商學系的目標其實蠻簡單的 就是我現在在分享的過程都是在講說 你有故事 你有本事 你要讓人家知道看到 就是透過網路去行銷嘛 空大有個特性就是說 聚在一起的機會很少 因為都是線上學習 所以你要把人都在一起其實還蠻難的 對 所以我一開始的策略 就是先把需求創造出來 我先想想說我能夠貢獻什麼 他們想要什麼 我能夠提供什麼 我找到這個答案 我相信事情就不難 那現在因為大家其實 因為商學系裡面又分很多領域 有行銷 有職場管理 有財經 有數據 那這個東西其實每個人需求不一樣 其實也不見得會聚在一起 商學系感覺是一個系 但是市場還是又分開 因為我才剛接 我不敢講說馬上有效果 但是我覺得任何的一個選擇 都是一個挑戰 就像我剛剛講的 怎麼樣讓不同年齡層的人 願意聚在一起 那個就是一個領導力的表現 對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我嘗試在做這件事情 因為自己本身在帶領企業 其實也會面臨到不同類型的同仁 那我們其實就試著去特服 對 那其他的活動就是 比如說新生進來 那我們怎麼樣去讓新生去認識這個校園 那怎麼樣去建造他 一個很棒的東西叫做空大APP 怎麼去使用它 因為它裡面都是個人專屬的資訊 對 那這個東西是我進來不知道的 所以我發現說 新生進來我有這個責任讓他知道 所以我們有成立兩個社群 一個只要是 你對商學系有興趣都可以加進來 那另外一個就是 商學系學會的會員你也可以加進來 對 那我們在群聚裡面 就可以討論各式的議題 那我們會定期去上空大的網站 去抓他最新的資訊 比如說現在 11月就要期中考了 那期中考的類型 考題範圍 那考場時間 我們就會去把這些抓出來 放在LINE群上面 讓大家直接就抓去 原則上就是一種服務大家的概念 Eason運用所學 將網路工具和跨境的新思維 注入企業經營當中 為公司帶來了不少新商機 2018年 並在全球最大B2B電商平台 阿里巴巴所辦的 台灣B2B電商高峰會 暨十大網商選拔中 一路過關斬將 闖進決賽 成為最後入選的十大電商之一 第一學期選了行銷選原理 跟廣告選原理 我後來就發現說 原來我之前所做的方式都是錯的 難怪都沒有效果 對 那後來就是應用了之後 我就突破了 我就拿到很棒的成績 我現在外銷 營業耳已經超越內銷的營業耳了 對 從興趣出發 從需求出發 你就會 你就不是被動的去學習 因為空大 我覺得讀空大應該有兩個面向 一個真的是中生學習 然後一個是為了學歷 對那我這兩者可能都有需要 但是中生學習跟需求 就是我明確的目標 學歷就是附加價值而已 但是這種東西 我自己其實 我進來一年後 我已經告訴自己了 學歷對我來講一年都不重要 為什麼 我畢業之後我還會再讀空大